他叫张相忠 是一位御林人 已经在散海霸林场工作35年了 今日记者在林场见到他时 他正带领一支小队 在林场进行外液调查 检查记录林木的胸径 树高 生长率等 再根据情况调整林木结构 让林木能更好地生长 林场里山高路远 外液调查的范围很大 经常上山一干就是一整天 没有时间在下山吃午饭 因此每天张相忠的早饭 都要吃得很饱 才有力气完成一天的工作 林场常年的低温高湿度 还让他患上了关节炎和鼻炎 早餐吃得撑得够强 到晚上回来的时候饿得够强 山上只能垫满一口 这是经常的事情 因为常日从山地作业 有的时候气候潮 说得了关节炎 吃饭没有规律 得了卫兵 特殊的气候条件 鼻炎 1984年 21岁的张相忠 第一次踏进赛罕霸林场 当时偌大的林场 只有一辆汽车 去哪几乎都要靠步行 看着一排排简陋的办公室 和破旧的宿舍 张相忠的心一下凉了半截 我们的住房都是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建的房屋 我们山上的摄红柱都是马架子 所谓马架子就是二的 一根柱顶着一根横梁 两根是颇壮的 上面就盖一层草原 上面有一层土 林场地给你买个自行车 就是对你最大照顾了 土层薄 风沙大 赛罕霸的自然条件并不适合建造林场 在建场初期 因为没有符合赛罕霸实际的经验可借鉴 林场工人们就边摸索 边生产 边总结 硬是探索出了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因为当时尔建场没有苗圃 都是在东北林区钓苗 几里长很容易出现苗木 湿水和五苗现象 林场就开始搞了尔的 自我益苗 用自己的苗木 搞造林 所以首先解决苗木问题 再不解决苗木栽质技术问题 像这个洛若松就是尔的 栽质神度 不能朝我原来在苗圃是第一个深处 张的中心山要进行深埋 这都是尔的三八一二热 通过实验总结出来的特殊的第一 植树造林讲究的是三分造 七分管 如今塞罕霸林场的大面积造林工作 已基本结束 如何管护好这片来之不易的森林 成了张向中心中的头等大事 因为养护是在森林经营过程中 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造完以后 幼苗就需要除草割罐 来进行促进幼苗的生长 幼苏长大以后 还需要进行修植服役 给林木创造更加合适的生长空间 保证林木的快速生长 只要这片林子还在长 就得广乎就不能松懈 眼前这片郁郁葱葱的百万亩领海 是塞罕霸三代御林人用自己的双手一颗颗栽种出来的 从1962年到2018年 塞罕霸林场有林地面积从24万亩增加到112万亩 森林覆盖率从12%增长到80% 造林成活率达到90%以上 走在林场里 张相中看着一颗颗高大挺拔的树木 不禁感叹 在那种条件 人家就能坚持下来 我们天天的条件 生活条件 生产条件 交通条件 都比过去好多了 有什么能坚持下来的呢 另一个也看了这 自己造着造过林 经营过林 逐渐长生财 甚至也有一种成就感 塞罕霸 虽然生产生产条件 但是干林业还是能够干出事业的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